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的这位嘉宾叫胡娟娟 我们来回顾一下上一次参加节目时的花絮 掌声欢迎胡娟娟和她的爱人出场 你怎么舒服 你怎么来 因为你这个应该是有小宝宝嘛 是吧 对 我总觉得小宝宝挂在外边有点悬 没事 没事 好 来 娟娟向大家打一下招呼 介绍一下你和你的爱人 好吗 好的 好的 大家好 我叫胡娟娟 我今年31岁 我来自甘肃平良 身边这位是我老公 大家好 我叫胡娟娟 今年29岁 娟娟现在是怀孕多少周 现在怀孕30周了 30周就是七个半月 对 你身体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因为我患有先接性 成骨发育不全 也就是磁娃娃 我这臂是有一传的 就是知道怀孕之后 我老公带着我来北京去做检查 然后检查出了结果 让我们就是感到很高兴的是 就是宝宝没有遗憾到我的病 哎呀 那这会儿的有掌声 宝宝 今天妈妈和爸爸带你到中央电视台来录节目了 你知道吗 她现在有没有在你肚子里面动吗 动 动 动 是吗 真动 你听到阿姨说话了是不是 这你这你太客气 还阿姨 你这都是奶奶辈的 这怎么就阿姨呢 我要是奶奶恐怕你就得是老祖了吧 那你还是阿姨吧 你口中的爸爸妈妈是养父母 对 对 然后一想到我的父母 我说他们怎么这么残忍 把我抛弃了 不要我了 但是自从我上了大学 接触的同学多了 见识也广了 然后慢慢的我就 感觉自己特别的幸运 现在我的父母对我付出的这些 不是亲生父母所能做到的 抱回来以后 你们有没有发现孩子的身体不太好 都没发现 到了背下就下了 他换起衣服去 一趁起过背 完就害了嘛 第二天白天发现孩子有问题了 有钱就把大夫叫来 先大夫上来 因为吃娃娃的特点就是 尤其是小的时候 一碰就骨折 这辈子你们俩 基本上把你们的辛苦钱 都花在他身上了呢 就花在身上了 后悔不后悔 不后悔 从来没有后悔过 没有一点 没有后悔 你们真的是好人哪 好 请导播连线胡娟娟 娟娟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叫胡娟娟 2017年你是怀着孕 来到我们节目录制现场的 当时还特别担心 这马上就要生了 替你捏一把汗 是啊 后来在哪儿生的 我是在北京 为什么是没在老家 专门选择在北京生产呢 因为我生起的原因嘛 因为在我们本地的话 就是医院不接受的 北京的医疗条件比较好 我听说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第二天生的是吗 对 第二天早上八点进的手术室 幸福出发 幸福来了 你前一天晚上生产之前 你还有那个精神头去看节目播出吗 看了 看了 我是从头看到尾的 对 看完了 她的意思就是说要不看还不一定 吹在哪天呢 就是因为一看孩子着急了 这不就是我那个奶奶吗 就就出来了 看老祖啊 学会顶嘴了 当时说个奶奶还不乐意了 是个男孩吗 对 男孩 我也是第二天 第三天才知道我的 孩子很健康吧 对 健康 现在跑得可快了 真的是 之前我知道 你们和老公一直是做了科学的一些检测 说胎儿是健康的 但是他不到生产落地那一天 心里总还是有一点点悬念 对 这真的是我们 其实应该是不断地强调 其实这个数字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尤其是很多带有遗传病的家屎的人 我们真的是不主张 蒙着来 盲目地管他的 这个生出来好就好 不好再说 是 谁也没有权利阻止你的孩子 来到这个世界 但是您要知道这样的孩子 如果说不健康 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讲 给整个家庭带来的也是负担 我们要尊重科学 很多残障朋友们 他们认为那怎么可能全知道呢 真的可以知道 而且可以知道得非常详细 所以大家如果身体有状况 怀孕了一定要去产检 是 对于娟娟一家人来说呢 这个悬着的一颗心 终于可以踏实了 我们现在能不能见见这宝贝儿子呀 可以 可以 叫我小瓜 给宝宝起什么名字呢 叫胡佳乐 小名叫乐乐 乐乐 胡佳乐 对 那乐乐算起来也得是两岁多了 老妈妈 好 你好 你抱着这个娃是你什么人的 什么名字 情花不情花 情花其实不是还太不会情花 看到女儿平安地把这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老妈妈肯定特别高兴了 是 现在主要就得累老妈了吧 我也没办法 再累我觉得妈妈心里面是甜的 是 是高兴的 是暖的 这个大儿子都已经生下来了 现在孩儿他爸干什么呢 是不是干起工作来更起劲了 不起劲也不行 对 得去赚奶粉钱是吗 那个没事 妈妈抱着孩子去玩吧 我看这孩子要不然弄不住了 乐乐再见 再见 行 那我想这个家里天丁进口是个好事 那接下来呢 小两口的就该重新规划一下了 娟娟 你看这个孩子怎么能够养的 健康 教育什么时候得跟上 是不是啊 有些什么小小规划没有 现在就是家里面就是我老公 他是在那个类似于保安吧 然后他在上班下班 我在家里面就是跟我妈一块 陪着我们家乐乐 大部分都照顾的都是我妈在照顾 真的挺好 其实看到你们的日子过得这么好 孩子平安落地 这个家庭这么幸福 现在你们的生活主要是靠谁的收入呢 基本上都是我老公 我们整个家庭都是他在负担 你有没有想过通过互联网赚点钱呢 有 在家里面利用闲逾时间做一些手工 然后呢最近我也是开始学着在网上去直播 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 柴米油盐酱醋茶 然后孩子呢有的时候调皮一下 淘气一下 捣蛋一下 这就是生活中的欢乐所在 所以说乐乐的到来呢 让娟娟这个小家呢 充满了新的希望 祝福你们全家未来的日子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越过越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邀请歌手罗忠旭 送给你们一首歌 歌的名字就叫爱在你身边 当别人用心爱你的时候 相信你也会用心爱别人 爱在你身边 爱无处不在 当你刚醒来 当远处转来 黎明的身影 是爱在呼唤 当你刚醒来 当远处出现 黎明的光滑 爱就在你身边 每趟计划的夕阳 带你走在回家路上 每趟细心闪耀的夜晚 是否让你感到 温暖的夜晚 温暖的清洁 世界甜甜精彩 在你身边 在你身边 想自己 一个人孤单 在你身边 浪漫的昨天 温暖的今天 世界天天清彩 在你身边 从此不用再爱 才担心自己 一个人孤单 在你身边 浪漫的昨天 温暖的今天 世界天天 在你身边 担心自己 一个人孤单 在你身边 来 来 来 在你身边 那该是你身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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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